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émon 激進紅 今次繼續打這個四天王 但是我已經打了這個格鬥系道 因為格鬥系天王 因為太難打了 所以等下一次我再一次打給大家看 還是說好不好幸運 這個我閒地打了十幾十次 這個格鬥系很難打 現在是第三個 頭兩個應該都輕輕鬆鬆 不過第一個一定要是水的浪雨隊 那就沒什麼特別 下一個,下一個我還沒打過 還是先收拾一下 等到時下一次 打完這個流程之後 我再連續打一次給大家看 這邊的鬼系天王 先出大狼犬 陣容其實都沒有什麼點變 除了升級的尺度 還有廣告眼鏡廣告圍根 這些帶我上來之外 其實也沒有 OK,來了 鬼系天王 四天王之一的谷子踢案大木對你很有興趣,那個老爺曾經強大又英俊 但是幾十年前他以前的影子,現在他只是想完成精靈圖鴨 他錯了,精靈是為了戰鬥而生日,讓你看看真正的訓練家怎樣戰鬥 好,什麼是? 長毛巨魔,長毛巨魔怕降系,還有格鬥妖精那些 妖精,欺騙,靈魂衝擊,應該死了 靈魂衝擊之後,既然大龍犬快得過他,那悼念飛雪也快得過 挑撥了 多龍嗎? 暗影球 多龍 好,四天王先吧 龍之波動,我記得好像是不夠他快的,但我們先試一下吧 我記得是不夠他快的,一夠他快就殺了他 可以 劍鬼嗎?不是吧,又有劍鬼 劍鬼啊 他會出什麼技呢?應該都是鬼或者鋼技吧 我們出兵砌,我搏他用物理攻擊吧 劍武,他應該有很大機會出物理攻擊 我們電磁波,箭頭切換 人生拳擊,沒錯 電磁波之後就可以用伏地攻擊打他 影子偷襲 好,影子偷襲的話我們用打擊鬼 地震,又影子偷襲 他用命動 迷2Q 迷2Q 好像迷2Q有點難搞 迷2Q好像 暴細龜先用了岩石打磨 氣鬧,沒事的 OK 水流裂波 再來一個水流裂波 還是雙刃頭罪,雙刃頭罪都OK 雙刃頭罪呢 影子偷襲 nice 馬下多 馬下多是格鬥鬼系的神獸 還是幻獸之類 都不知道他多少速度 但是我現在用了岩石打磨應該比他快 我們用水流裂波 因為他的岩 他的格鬥系 又有影子偷襲 剩下我們最後一隻 剩下龍之波動可以選擇 要是龍之波動,要是飛躍風暴 龍之波動完了之後才飛躍風暴 我覺得他一下子可以打死我 其實 看看可不可以打死他 應該不行了 我覺得 停了 這招不知道什麼要偷 鬼技 不知道什麼技 會不會死呢 我覺得會死 誒,沒死了,這樣就贏了 影子偷就是了 OMG OK 一來就馬上輸了 咦,緊鬼啊 換了另一個隊伍 突襲 失敗了 為什麼 他用挑撥 好 我們來吧 我們打緊鬼這一次 我們咬水 他挑撥 哦,是佐羅亞克來的 OK 那佐羅亞克的話 他應該都是用 剛才咬水是不是80攻 80攻和70攻 我怕突襲打不死 突襲先吧 應該打不死 對,打不死 噴射火炎 突襲 可以,搞定 米Q就咬水吧 我覺得他應該會用劍武 咬水 稀鬧 那就蝕了一回 暴細龜 岩上打魔 水猶獵火 雙眼頭錘 又是劍鬼 雙眼頭錘 嘩,他用影子偷襲 他用影子偷襲 我們打... 我們打擊鬼吧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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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影球 噢,死了 掃石 又被他奸計得稱 兵砌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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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特 復特 對了,因為他剛才這樣出來 降了我的速度 對嗎 剛才他王者之盾降了 我忘記了什麼 好像攻擊了 我們走走 換導電飛雪 劍尾 空氣離人 影子偷襲 好,還沒死 這隻死了 因為他有影子偷襲 他也死了 他有隻緊鬼 後面我們蝕翼王 緊鬼了 我們立刻飛葉風暴龍之波動 他應該都是Mega 對 但我Mega比他快 證明我速度應該比他高 我想 快點 應該可以死吧 噢 烏尼波 烏尼波好像死了 對 沒有啊 打了,死了 這裡也輸了 神速打不到他 復特攻擊 就是兵拳 但他一下子應該都打死我 咦,打不死 好 他最後那隻是物攻 茶壺 茶壺 茶壺又死了 死了 他兩邊我都很難打 雖然我都可以的 但是真的有點難 這裡我們先用希鬧 因為他是佐羅阿赫 因為我們的余之備來能力 所以知道他是佐羅阿赫 他應該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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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用希鬧 我們可以換隻 不知道什麼 給他打好呢 這裡一下子就會打死 不要了,我們走一走 我們保住這隻 保住這隻 彈狼犬 然後用岩石打磨 水流連璞 嘩,糟糕了 這隻血扣了太多 扣太多 這樣嗎 導電飛鼠用放電 應該秒 嘩,秒不到 嘩,幸好他麻痺了 先制不到 這裡他也是用先制技 都可以照用的 可以死掉的 無所謂 然後用打擊鬼的地震 應該秒到吧 因為他沒有變盾 秒殺 可以 嘩,茶壺 茶壺的話他一定會變什麼 他一定會變 沒有,直接地震震了他 他一定是破壞的 破壞 對啦,我打死了 因為我有一血筋 會有絕招了 好,不要緊 這裡用色役王 色役王的 想想一下 色役王 下一色役王 先用色役王的Mega龍之波動 再用能量球 之後下一隻就用龍之波動 OK,因為他有一隻緊龜在後面 OK,可以了 近身決定沒事沒事沒事,頂住 頂住 嘩,好多頂得住 能量球 對啊,你有應知偷襲 好多頂住 我地帶 兵砌我吧 沒辦法 兵砌我,然後用這個兵拳 緊龜用電磁波 啊 沒有了沒有了 又要輸了 突襲 起碼要打兩下突襲才死吧 這麼大 這麼多血 差點死 哎呀 真的 好難打 這個 要用迷2Q 迷2Q的話 我們直接用暴細龜 接著不要用鴨石打武 直接用水猶獵破了盾 然後用鴨石打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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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在那裡 在那邊飛樹 放電 哦 死多隻 又要 這裏很不值 因為他不值 死的太多 很不值 阿閘 他在這裏迷2Q應該都是用稀鬧的 大狼圈要留著打緊龜 會好些 他用稀鬧 我們要試用兵砌我 可以嗎 用兵砌我吧 用兵砌我 會心一擊,喔!死了,有機會 為什麼他都會心了我? 我覺得這個都很難打 迷2K 大狼犬死了又行不行? 好像不行 色翼王 色翼王不行 先突襲他吧,不要理會了 可能會OK的這樣打 暴世龜 暴世龜之後就... 不知道什麼好呢? 岩石打和雙刃頭取 OK,就這樣決定 打不中啊? 不是吧暴世龜,死了 打擊鬼地震 打擊鬼地震 防了地震 OK 唉 他這裡很麻煩,他一定會用影子偷襲 10x10會用影子偷襲 他竟然不使用,竟然不使用 好,龍之波動 唉,為什麼他會用近身拳擊呢? 兵砌我吧 神速又不行 冰動拳,急動拳 對呀 還有一隻巢頭在後面 真可憐 他還用了詛咒之驅 這個暴世龜可不可以第一個擺頭呢? 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第一個擺頭 暴世龜 只是打一個都打很久 真是 先用雙眼頭鎚撞掉 對呀 接著再 他應該會用暗惡術星的技能 可以用暗惡術星 水榴槤 打得死都OK 打得死都不錯 打得不錯 還可以撐到 只剩下瑪夏多 那瑪夏多我們用導電飛鼠收掉 顏色翼王 色翼王用Mega龍之波動 影子偷襲 唉,這裡虧了 虧了給他 這隻留一留會好些 影子偷襲吧 他應該也是會用 影子偷襲 就是說 導電飛鼠可以嗎? 導電飛鼠可能會被打死 唉,這裡很煩 兵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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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暗影球 搞錯呀 用暗影球的嗎? 地震 行了 犧牲了兵砌我而救了一命 這裡 這裡他是兵器 就是兵器 兵器罵之後再用一招揹吧 我想他 地震先 破了盾之後 再來一個地震 唉,殺死了 有機會 也有影子偷襲 真的很煩 影子偷襲 真的很煩 這裡大狼犬能不能打死呢 大狼犬不行 大狼犬不行 導電飛鼠吧 導電飛鼠放電 茶壺 會不會茶壺放電 希望麻痺到 nice 麻痺都ok 麻痺都我們用蜥蜴王擺頭 然後用龍之波洞 下一隻 忍鬼 再用龍之波洞 ok 贏了 大狼犬得閘 完了 終於完了 各位 浪費我用了十分鐘的時間才打 第四個天王 你贏了 見到老爺在你身上看到的東西 沒什麼好過 快走 立刻幫我恢復 大佬 好啦 我們打完第四個 現在應該是最後那個 不是 這個是第五 1 2 3 4 這個是第五 第一個是甚麼 科娜 第二個是甚麼 格鬥天王 第三是那個鬼 第四是這個 之後才到第五 那個冠軍 這個是龍系 好啦 我們來了 聽過過你 我帶領著四天王 你可以叫做阿道龍之士者 你知不知道龍系 傳說中神秘的精靈 他們很難收復 他們的能力很強 他們堅不可吹 所以跟他們在一起 沒可能殺小聰明 還被我失敗了沒有 你的聯賽挑戰到我為止 龍系真的挺厲害 如果他有甚麼神獸 會一來扔他神獸 化妃 化妃 化妃我們可以先用岩石打磨 他每隻都挑撥 怎麼這麼瘋 怎麼這麼瘋 有些了道 還要用這麼高速的挑撥 還要 一來雙人同時打爆 化妃 不是 我可能用水系好像比較好 用水系 用水系 用水系好一點 因為水系都打得到 打得到 打得到他 可以 這個是甚麼 帝亞魯卡始源狀態 沒有看錯吧 卡龍光炮 之前看過 那個隊友 看過他的精靈 帝亞魯卡是 特攻向的 好 打結果用地震 我不知道選甚麼 哇 扣得那麼少 不是 應該用格鬥 傻了 格鬥才是我的本宿 哇 很難打 極度辛苦 打這隻 這樣一個卡龍光炮打下來 馬上爆了 整隻寵 哇 近身決定也是打得那麼少 好可憐 爆了擊才能扣得那麼多的傷害 射翼王 射翼王 射翼王用龍之波動 當然是 生理彈 雙彈 雙彈 不知甚麼 導電飛鼠的放電 他好像整隊都比較慢 但是整隊都很厲害 先搞定一隻 梭魚龍應該也有機會 被他殺了 有機會被他殺了 我們來個兵拳 這裡 再來個兵拳 不行了 很難打 這裡很難打 這裡 好了 打擊櫃要換技 換道具 可能要換這個 講究 可能要換這個磚頭 這裡 講究頭帶會好些 有機會兩下打死 第六下 然後導電飛鼠就不需要怎樣改 這些都改不了 暴世鬼繼續吃那個文猶果 咦 轉了 二雅六沙 岩石打我 被他們秒殺了 兵砌我 急凍拳 隱形眼 不是吧 這裡用隱形眼 好 這裡死了 這也是另一個打法 我們先搞定化石飛 這裡有這個組合 如果可以被人選ABAB這樣選就好 這裡繼續水流連火 咦 其實不是 我中了挑撥 這裡打擊鬼的近身拳擊兩下就秒殺他 嘩 看暴龍 按等本 兵砌我上場就用吉凍拳 神速打爆他 第20路卡應該是打不死他 所以我們要有機會送死還是 留一留呢 留一留 會不會是導電飛鼠出來 然後放電 電死 扣得這麼少 不是吧 真氣彈 然後再真氣彈 中 好 搞定了 剩下三隻 疏禦龍 疏禦龍就應該未必夠快 我們也可以試試 龍之波動 OK 快過去就殺了 這隻 這隻一定是全攻速型 然後再揹圍根 第二路卡繼續用真氣彈 再中多一下 好 不死 好 算你厲害 我這裡是神速 差一點也殺不到 好永遠 Mega進化 I輸了 應該輸了 他剛才還要威嚇了我 我一定要用電磁波或者急動拳 電磁波 希望 這一下肯定死了 這一下有加傷 他還要去報應員 OMG 突襲 其實有機會打得贏 我神速可能贏到 好 我們再試試 先看看 這裡 所有獵破 所有獵破 這裡 浮世關一定要死 不能留 然後打擊鬼 傷 引伸拳擊 其實他這樣放也好 其實兵砌我可不可以出來 好像不行 我試試留一留打擊鬼 然後這裡要用急動拳 神速打不死我的 嘩 頂點會會心 有沒有這麼黑仔 真的有這麼黑 竟然會會心 這裡直接 死掉 他有沒有機會打我不死 好像沒有可能 他一定會打死我 神聖拳 再來 給我 這裡換兵砌我 急動拳 他應該都是頭巾的神速 帝亞盧卡就可以了 帝亞盧卡 對了,這裡真的可以走 那不如剛才死掉好像比較好 因為我沒什麼可能能撐到他 而我的兵砌我要留來打某些精靈 或者電磁波也有用 嗯 隨便吧 那我先死掉 這裡是電磁波 看看能不能麻痺到他 不行 不要緊 不要緊 好,死掉了 不要緊 色翼王的龍之波洞 這隻就是真氣彈 避過了 好了,完了 有 即是說剛才那個組合已經是最好的 可能射棄了這個 暴洗龜 以及射棄了這個打擊鬼 是最好的選擇 然後就換兵砌我上場 再用急動拳 因為他神速一定會打 然後急動拳打 就OK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轉做 導電飛雪 導電飛雪之後就可以用放電 馬滿了 非常好 繼續放電 繼續 opening 好 這隻不能搞 我們能不能走 不走 直接死掉 然後,四隻王就用龍之波洞 下隻 真氣彈 雙線 雙線 死了 大龍犬還是咬碎 對啦,扣得很少,死了,真的很難打 他這樣留下只剩一隻,我還是可以輸 這裡步驟員出來了,他一個射身撞我已經死了 這樣啊,電磁波吧,不能選擇 為什麼這麼難打呢 好,繼續水流捏破 這個水流捏破 接著我們用打擊鬼,打不打 打擊鬼吧,打擊鬼吧,還是死翼王呢? 死翼王好像比較好,死翼王吧 真氣彈 他不換寵,嘩,他不換寵 好,我相信他會換光是值得我 好,有263,我們試試打263 一發妙 龍之波動 殺到嗎?殺到嗎? 一血筋 可不可以不要放釘啊? 不行啊,他一脫筋一定出到那招硬釘 除非我改一改這個隊伍陣容 嗯,多龍 嗯,其實都可以試一下,試一下吧 雖然有釘,但都可以試一下 他這裡換寵,換得漂亮 雷龍嗎?雷龍應該殺了 對,殺了 這隻,這隻的話我覺得 這隻的話可以打完 或者轉為悼念飛雪 對呀,踩釘 不要緊啊,打擊鬼出場 接著就用近身拳擊打他一半 哇,打得超多 非常好 很滿意這個,這個傷害很滿意 死翼王出場用龍之波動 對呀,露卡出來了 不要緊啊,對呀,露卡 剛才龍之波動打他也有很多 龍之波動有多少傷害呢? 哦,一定很高 那不要了 我們再打多一下再去龍之波動 OK,可以 接著大狼犬的突閘打死呢? 大狼犬的咬碎又打死呢? 大狼犬...咬碎吧 但是應該快不過去突閘吧 打不死 一隻 他有了一隻蟲,有兩隻嗎? 三隻嗎? 這裡兩隻這樣打死吧 是不是墨攻守 贏了位置,墨攻守 應該贏了 這裡一來急凍拳,不要想了 這裡先急凍拳 先想一下 這裡他打我一下 接著我就可以脫頭盔 接著打他一下 急凍拳 打他應該大概... 急凍拳吧,不要想了 不要電磁波了 急凍拳 好 打多少呢? 起碼打一大半吧 OK 結了兵 那不要管了 不管是否結兵 我們神速打完就完 這裡 還沒了 被動成兵分 哇,好在啊 搞定 第四個終於搞定了 啊 神經病 你本來可以的 但你還有一個挑戰 他就是MK 他在你之前打了四 他就是聯盟冠軍 哇,有沒有人選呢? 這裡不回血 都挺厲害的 這裡不回血 如果不回血有機會 整隊都是神獸 好,來啦 下一隊 下一個的冠軍要來了 好,聽聽是MK才有 我之前就期待見你 我的對手就應該這麼強大 這樣才可以迫使我不斷前進 當我完成圖鑑 我到處找精靈 不僅如此 我建立了完美的隊 不知道要打到任何精靈 現在我就是冠軍 你知不知道這個意味主是甚麼 我告訴你 我就是史上最偉大的訓練家 劉文樂 劉文樂我應該一開始都會用挑撥 後來的三個天王都是挑撥起手 對啦 那我們直接用所有獵就行了 他應該都是地震撼 一下震撼死我 不要緊,我們用導電飛雪 導電飛雪之後就用空氣離人 收走 嘩 古拉多 原始古拉多 古拉多應該不夠我快 我們可以再用多一下空氣離人 這個傷害很高 岩石打磨 不是那麼多吧 岩石打磨 火 不要緊,我們有打擊鬼 沒問題 他這裡會比我快 他變了火 火系 火地面 我們用地震也能震死 有機會 地震吧 殺 殺 好,殺了古拉多 波克基斯 好,死了 不要想 波克基斯的話 妖精飛行 妖精飛行 妖精飛行真的打不贏 岩石打磨 也是 不好,水人頭取 不要害怕 千萬不要害怕 這是廢技 愛怕 不用害怕 暴世龜你贏到他 好 沒有 有沒有一血筋 我覺得這隻有機會有一血筋 沒有,不行 吸了超多血 彈克羅伊 惡夢神 純惡系的神獸 岩石打磨 問你是什麼 這招 什麼 什麼 這招 這麼有型的 這招是什麼技 又扯人入黑洞 不知道是什麼技能 很有型 那 色翼王 大狼犬還是 大狼犬也可以 大狼犬先 色翼王先 那 他是惡系真氣彈打得進去 惡夢神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速度如何 沒有用 等待有機會玩神獸隊過關 我們看看 我覺得應該比他的 Mega 沒錯 真氣彈打得出 看看可不可以打得死 這個又一個問題 希望就秒殺 打羅伊 一血筋 孤泥炸彈 還沒死 龍之波動 他應該沒有先制技吧 我想 好 沒有先制技 這個 這個 這個有機會有先制技 這個有機會有特戰 我們先走 我們用兵砌 對 地震 無所謂 急凍拳 難道一踢過我 百變怪 變身 好 好 他這裡變身 真的是兵器 這樣就糟糕了 這裡 電磁波先 不要想 丁曼斯 伏特呢 電磁波先 伏特 不怕 沒有什麼傷的 不怕 好 這個時候電磁波去 再用伏特 神速 好像神速好一點 神速高攻一點 伏特高一點 那我們用伏特 好 麻痺 麻痺 伏特好 他殺了自己 好 這樣也頂不住 大狼犬 接著用 他應該也是用神速 或者 咬他 不要管了 伏特可以用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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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箭龜 他留下 水箭龜 有飛兵 有機會 有飛兵和水流分射 有沒有飛兵 我們先突襲 我一定不夠他快 沒有波導彈 來 最後一下 究竟是他快 還是我快 還是他有先制技呢 好害怕 飛越風暴90% 我差最後一下 我差最後一下 打贏 不如我們用能量球算吧 因為90%一定會死 能量球 我們不要選飛越風暴 這些高風險的技能 能量球 3 2 1 沒理由打不死吧 我覺得 搞定 好 好 風回路主 我想要打很久 誰知道戰隊已經贏了 這個聯盟冠軍 唉 很難打 這個賽事 等一下看看有沒有機會給大家看 格鬥天王 盡了全力都是輸了 好不容易成為冠軍 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好不公平 因為勝利你已經獲得了13600 我竟然會輸 我培養精靈的時候沒有出錯誤 好啊 你就是新的精靈聯盟冠軍 雖然我不想承認 啊 拖拖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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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不會站的位置會有一點錯誤? 這一層就是精靈榮耀的殿堂 冠軍因為他們的戰績而得到榮光 他們的精靈都會被記錄在這裡 你努力戰鬥到此成為新的聯盟冠軍 正式登陸成員 終於勝利了 打了二十多集其實都挺長的 好 那就完結了這個激進行 怎麼了? 聽機? 沒事 以上的精靈組合 我想最強的一定是冰砌我 冰砌我色彌王 否則這兩隻應該是打不贏 其他四隻應該是正正常常的隨機精靈 另外那兩隻就是 因為有一點特殊的情況 所以將色彌王變成真的色彌王 如果經過隨機的話應該是垃圾 好 我們已經成為了聯盟冠軍了 各位 好 那我們這裡可以直接開新 還有給大家看看究竟他這個 什麼 不是這樣 不好意思 開錯了 給大家看看這個格鬥天王如何 為什麼他會在這裡扔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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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心立適應 什麼 蛤 這裡沒有了清潔嗎 他這裡沒有了清潔 剛剛那裡有34 他沒有幫我清潔 對呀34 OMG 好吧 我們這裡死了 當我完了 真的當我完了 影片也有 影片也有 不要緊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看格鬥天王如何 第二個天王 這個天王是最難打的天王 我自己覺得 打了很多次 來了 一次過打完他 這個極盡紅 可以宣佈這個爆機 來了 我忘了我打哪一個配搭打贏了 但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這個 他那幾隻東西 尤其是蒼響 蒼響的速度超高 沒有一隻比他快 我們先用地震 他用摔角英人 我們直接用導電飛樹出來 然後用放電 他應該會走 咦不走 竟然不走 他剛才用了這個 他不是沒有中 因為他用了那個香草 火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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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放電 打到他起碼一大半 我記得 殺了 這裡出了一隻 暴洗龜 咦?沒有到熊絲? 兵砌我可以嗎? 兵砌我不行 兵砌我不行 都可以試一下 直接試一下 因為我忘了 不行 對 兵砌我 不可以選擇 直接攻擊 哎呀 一發死了 炎堂浪 子彈拳 打擊鬼也是有機會被一下打死 萬敵 有突襲,但他應該是子彈拳 但是打到他了 對了,他倉在後面 這裡打不到,應該不是這個配搭 贏給我看可以嗎 贏給我看可以嗎 火焰猴去了哪裡 來,火焰猴 大狼犬 可以打死,他出了一隻劇斬司令 劇斬司令我們用打擊鬼打 近身拳擊 瞄殺 蒼響,蒼響我都可以打到一半 而沒有,我有機會殺了 打完蒼響就可以了,只剩三隻 露卡,近身拳擊 色役王用這個Mega真氣彈 只剩下兩隻 這兩隻其實都很麻煩 我們不換吧 可以換一換,先換暴細龜 因為暴細龜這個沒什麼用 接著用 水流烈婆 撐得到,很好的 好球,兵砌我,電磁波 背心一擊已經對我來說沒用了 兵系,急凍拳 秒了什麼 Mega能量球 收袖,龍之波動 秒了這裡,搞定 終於贏了各位 就是這樣打了這個格鬥天王 打一個勁來,沒錯 這個激進紅真的都很高難度下 即是在大家面前拍了一條影片 證明我打得贏這個格鬥天王 用正常手段 但這條路真的很辛苦 激進紅可以說是宣佈結束 好,遲些看看有沒有機會再玩 或者有二周目的時候再拍給大家看 都說一下這個遊戲的評分 這個遊戲的難度真的超高 首先 很多東西 很多裡面用到的 或者管主 訓練家用到的招數 戰術通通可能在真實的VGC 一些WiFi比賽裡面可能會用到 所以玩這個 真的可以大大提高一下 你可能對一些戰術 的一些想法 即是在學更多的戰術 所以其實挺好玩的 十分來說,其實不算太多劇情 都是只有管主的陣容 精靈,還有很多種不同的精靈 給你捉 有極具化 有極具團體戰 還有很多各樣的要素在裡面 所以都挺好玩的 我想這個遊戲應該大概有7.5 或者8分左右 曾經我給過最高分應該都是Pokemon的WP Red WP Red應該有給9分 差不多 激進紅就宣佈結束了 各位,如果有什麼二周目 你們有玩的 有二周目劇情 到時候告訴我 或者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劇情 好,激進紅原本結束 看看稍後有沒有機會再玩 不是隨機模式 即是正常模式 究竟難度有沒有很大分別呢? 沒錯 好,今次的激進紅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看看有什麼遊戲再玩 好,感激各位收看 激進紅一系列已經完會結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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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的攻擊 音樂 聲音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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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隨便死了 其實他的顧拉多我猜不到 嘩打不中 他還要是打不中 其實我覺得也不算太難打 老實說,我隨便亂按也有機會贏 哎呀,死了 波克基斯就電磁波 電磁波,哦,死了,好,輸了 即時輸了,但不要緊 好 古拉多我用導電飛鼠用廣告眼鏡都打他幾痛 可能導電飛鼠真的高傷,好,我們進去看看 第一個,第一個是什麼,第一個要用,哦,科娜 科娜,那我們照舊吧 OK,照舊這個,暴世龜再加打擊鬼擺頭 那廣告頭帶要換,要帶廣告維根這個時候 然後其他的應該不需要怎麼搞的,好,來了我們 剛剛好,是水隊 水隊我們先打樂天河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守護 或者不開都可以 不開了,不開守護了 滾水,大龍犬,近身拳擊打右邊,突襲打左邊 好,洞鋒 洞鋒沒有中到大龍犬,剛才我一下 這裡,其實最煩都是那隻 那隻叫做 巨絞怪,這裡他出巨絞怪了,應該 巨絞怪,我們用Mega能量球 還是不用Mega,其實不用Mega也可以 直接打下去,然後突襲打右邊 好,看看他出什麼 突襲,然後他應該先用格鬥技能打大龍犬 或者用兵拳,水流獵破打右邊,OK 行了,這個時候我們帶的是兵砌我 他之後有什麼,想想一下 他之後有刺龍王 還有還有 兩隻始源葵優卡在後面 我們帶兵砌我 這個時候就一定要用 飛熱風波打葵優卡 然後電磁波打刺龍王 OK 逐流,沒什麼特別 梳羽龍就是這樣 不,可以用龍之波打梳羽龍 接著就急動拳打刺龍王 咦,劍不死? 噢,我的天 不要緊 這裡空氣利刃應該可以全片幾件 神 急動拳打梳羽龍 對,急動拳打梳羽龍 啊 不是要輸了吧 真的要輸 噢,我的天 竟然 不要緊,馬上來一次 馬上快速來一次 左邊 接著眼神 接著大狼犬 近身狙擊打右邊 突襲左邊 中我洞風 這個時候就蜥蜴王 蜥蜴王 能量球巨招怪突襲 右邊 牛仔軍 地陣 更好 後果更少 接著就兵砌我上場 Mega 飛熱風波打過優卡 這個時候就電磁波打刺龍王 逐流,沒事沒事 這裡我們直接換走 換做導電飛鼠 電磁波再電到梳羽龍 保險一點 要不需要呢 其實也不需要 因為那個維根不夠四季王 我們用神速打梳羽龍 這個時候破盾了 放電 不如放電 免得免得免得打死自己 有 急凍拳打刺龍王 好 那這裡 嘩,不是吧 糟糕了 我們用龍之波動 打了一隻刺龍王 因為刺龍王最有威脅 所以跟他水技打我有半減 對,所以我們已經勝出了 按錯 幸好他有波回血 下個就 對,就是這個格鬥天王 這個是第二個天王 我數錯了 應該是火焰猴 這個 上地震 這個時候就可以直接換導電飛鼠出來 我們直接放電吧 一發電到他就死了 兵砌我神速 嘩,這樣出來一定要走 因為他 特攻來的 立即換走 嘩,這樣加自己能力 多導彈 打擊鬼 接著用近身拳擊 高導彈 現在秒殺吧 秒不到 不要緊 少問題 兵砌我神速 或者大龍犬突襲 突襲 打不死 好,神速死了吧 嘩 嘩,他的變化能力也挺厲害 他有變化加強 嘩,這個 這個究竟怎麼打呢 電磁波先 然後 其實這個掉了頭盔我已經輸了 因為我打不到蒼響 蒼響最快 他一劈巨獸斬 沒有一隻能夠打贏他 嘩 嘩 所以這個真的 我覺得最難打 對我來說 最難打 地震 他這樣出 嗯 繼續地震 導電飛鼠 空氣 劈砧斬C0 劈砧斬C0 我們換 我們不要再打下去 再打下去 再打下去 被他打死了 不要緊 兵砌我 用 電磁波 怕不動 還打算他會換寵靈電 現在才換 電磁波 嘩,他那兩隻熊再加 他那兩隻熊貓再加衝響 我真的 真的不知道怎麼打 能兩球 震力彈 他這裏又不換寵 只要1-4-4 就不知道怎麼打 這裏換寵 換作寶西龜 藍石打毛 波動打好 波動打 我們用大狼犬 用希鬧 希鬧不行 適合 色役王能龍之波動 對呀 我記得了 應該是這樣打 我記得了 應該是這樣引他出一隻熊香再來打 這個門寶小鬼 水遊獵火 接下來我們用 色役王 真氣彈 至少打了他一點血 錯了 這個很難打,沒有水龜啦,水牛獵婆啦,青蛟王啦,真理彈啦 打他一半而已 電子波,這樣那些蟲又可以快過去 但是起碼要犧牲幾隻,這裡放電吧 放電吧,麻痺,麻痺 沒有麻痺,麻痺呢 OK 他這裡比我快,我們用起死回生 應該比我快,他加我的速度的話 沒錯,這一下起碼一滴血了 我這裡起死回生就應該必殺了 沒錯,那一匹斬司應該是必殺我啦 對,都是100%突襲,輸了 閒狼 啊,打這個很累啊 我們不打這個,這個一定要火焰猴才打完 火焰猴可以打得最順暴 火焰猴呢 其實可能用大狼猿也好 肥了一下才換大狼猿 然後用冰炒又用地磁波 沒有中到 沒有中到 沒有中到